着陆了 欢迎回家 俄罗斯太空电影拍摄组返回地球 搭载俄罗斯一名宇航员和两名电影工作者的俄联盟号载人飞船 17日返回地球 两名电影工作者在国际空间站停留了12天 拍摄一部太空题材电影 俄罗斯航天局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 并对着陆过程直播 称三人感觉良好 影片联合制片人康斯坦丁·恩斯特告诉法西社记者 电影设置组会记录飞船着陆过程 计划用到影片中